說真的 有些時候回歸到現實層面 好像這樣會沒有辦法讓你 哈囉大家好我是果爹 歡迎回到 我們頻道 有沒有看我身後這身場景 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開玩笑開玩笑 演不下去了 不錯 歡迎蘋果爹 耶 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一集特別來到蘋果爹的 就是有沒有看到這個場景 平常大家應該很熟悉 那其實今天因為 Apple Watch已經上市 應該一個多月 快兩個月了 所以今天就想說來跟蘋果爹聊一下 就在Apple Watch Ultra上面 因為我們大概都是 第一批 首批就拿到了 已經體驗了一段時間了 那這支影片就想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Apple Watch Ultra 它主打 今年是越野系列 就是非常的耐壯 耐衰 然後各種 極限運動場合好像都很人勝任 所以想要跟蘋果爹 聊一下 他在實際使用上面 他自己覺得跟上一代 S7上面有什麼差別 然後有沒有真的感覺在 一般的 使用者當中 有那麼感覺 極限運動幫助他 在有什麼功能上的差異 OK OK 好 因為其實呢 我買這支手錶 那我其實本來就運動習慣 算是 蠻少的 就可能有時候去快走 又走路 可是 不是算很長 一直都在運動 對 那可是 這一次當然會買這款手錶 第一就是他 終於出了一個新的款式 這個可能算是蘋果手錶出到現在 第一次真的有一個全新的 大改款 對大改款 好像真的區分開來的感覺 所以當然是一定要買來做評測 那我一開始其實對他的 期待是非常低 我就覺得說 就只是一個比較貴的手錶 因為他裡面處理器其實是一樣 對同一刻 就是電量有增加 所以我期待是非常低 可是 實際使用上來就算是我這種 只有日常使用的人 我還是有感覺到他 有些進步就是 體驗起來 讓我意外的覺得還不錯 就真的還蠻喜歡的這樣子 那大概幾個點 第一個點當然就是他續航力 對對就以前的話你用一天到下午到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忘了充電 第二天真的就沒電了 對會有那個電量恐懼 真的會有恐懼 看到他有在30% 20% 就一定覺得 不太行 因為他用低於15%會有那個 低耗電模式 其實很多功能就會被關閉 對那等於沒有用 對 然後 第二點的話就是在他的外型設計上面 其實先前大家知道我開箱過很多不同的錶帶 那其實很多人都喜歡把那種 比如說 經典錶款的錶帶他們也做一種 複刻成 Apple Watch 版 對 可是有時候看起來就不太搭的感覺 就是一個 很陽剛然後很粗獷 然後放在 Apple Watch 舊型那種設計 很遠虎的那種設計 感覺起來怪怪的 那這次我在把那些錶帶拿出來 放到這支手錶上面的時候 就覺得 就意外的 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那些錶帶又好像 重新 第二個生命的感覺這樣子 那平常使用的話 像多了這顆按鈕 對 我有點不太好意思講我把它設定成什麼 手電筒嗎 對 這個我自己覺得半夜起來上廁所還蠻有用的 就很方便啦 然後或是晚上去坐計程車 做Woofer的時候 有時候要 洗安全帶 看不到那個卡口 就這樣 按一下 然後去照 而且說真的 他這是2000尼特的螢幕 真的很有感的 超亮 因為我自己其實有 大家不知道看過這支影片沒 如果還沒有可以點那邊 我們這次有去實測了 Garmin Watch 跟Apple Watch 兩支手錶在戶外運動場景下 拍起來真的拍不太到 Garmin的 畫面 數據寫了什麼 自己看當然OK 可是其實在 螢幕拍出來的這種狀態下 可以明顯感覺到 Apple Watch的 這是Ultra系列 它的這個亮度 真的是有感提升 就你看得到 那個字 顯色都非常清楚 尤其在戶外的這些場景下 尤其有左右擺在一起 就兩支這樣擺就很明顯看到 那個顏色會有一些落差 一個操 對對對 對啊 這也是我覺得蠻有感的 對 螢幕在戶外用起來真的是 就是你根本 幾乎沒有什麼場合 會擔心看不到它 這樣子 這點我就覺得很不錯 對啊 那真的 除了這些之外 像我自己使用 Apple Watch在 日常的生活 當然我覺得也是 比較接近鋼的這些更新 就是有感的 但是 第二個有感的就是 重量 就是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在實際配戴起來 因為它這次 錶帶加 手錶本身 應該快接近 七八十克 對 這個份量 雖然看起來真的變大了 但你會不會覺得它日常使用上 對你會有一些困擾 重量的話是一開始 感覺比較明顯 因為有對比 那後來其實戴一兩個禮拜之後 有點漸漸 感覺還好 那可是它的體積的這個大小 到現在冬天開始 有時候天氣比較冷一點 穿長袖就發現它真的非常卡 對 穿什麼都會卡到 對 以前我戴 跟我手錶其實我比較喜歡最小的尺寸的那個 喔是嗎 40或以前38 雖然我 我好像只買過一次 可是我很喜歡它的尺寸 可是因為它的電量真的又更糟糕 所以就不太能戴 那這次真的配戴起來的 像你剛剛講的 不管重量或體積真的是 感受狀態 很有份量 像我 我自己在這次 實際使用下 因為比較深入的評測 當然我們已經拍了一個比較對決系列 但我自己比較有感的上面 是我覺得它在 實際的這些 軟體端 就是我們其實也在朋友電影有分享到 就是它軟體端的資源上 多了一些以前沒有的功能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 我自己認為 今年這代Apple Watch Ultra的定位 它比較是適合那種 我自己認為它比較適合是日常 它可能對於運動 是非常輕度的使用者 那偶爾真的需要這些功能的時候 拿出來用都還很堪用 而且你要真的有一些很專業的數據 它也支援 只不過它可能沒有像 Garmin 或其他的 就是這些運動手錶 它的續航力 有一些差距 就是它 在運動上真的還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重量 第一個如果今天要去參加一個 絕對超級馬鬆 12小時 我那個手錶上差30克 在這實測當中 就很有感的 對耶 左右手上面 12個小時這樣戴著 對 左右手上面差很多 所以 這次有看到蘋果這個 原廠的那個影片 我就有點 覺得 真的假的 你主打這個可以在極限場合下 越野跑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 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沉重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是 抱持懷疑 因為我自己帶兩隻手錶去實測 就蠻有感 在這個地方 是有差距 對啊 然後再第二個就是它在 功能上面 就除了剛剛講的這個內容之外 也支援了比較 就是三鐵功能的下放 然後也支援了 就是瓦數的評估 就你在跑步當中也新增了這個功能 那我覺得這也是 目前來說在Garmin上面 它可以支援你接收 第三方的這些 就是偵測軟 偵測的 硬件資源 就是你可以用 第三方出的這些 功率計 可是它沒有字體的評估 對 這也是我覺得在 Fwatch上面 今年還蠻意外的 你怎麼會把這個寫進來 讓我覺得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對 真的是蠻厲害 那最後 就想來請 蘋果爹總結一下 如果今年 對於一個 一般使用者的這樣的情境下 再給你選擇一次 你還是會選擇Ultra 還是會選擇一般版本的Series 甚至就不更新了 選擇 上一代的Series 7 哇這個好 OK 那其實我有時候我的頻道拍影片說這支值不值得 那我當然是有一些看法我覺得說它值得 可是後來有時候譬如說身邊有朋友問我 這支值不值得更新 那我可能就會 用一個很一般人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跟一般人的建議都是不用更新 我真的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就是 其實說實在我自己原本用Series 7 然後我換到這支之後 在使用上 日常 不會特別有感 它 真的哪裡很不一樣 除了電量 我了解 真的只有一個電量是少充電 第二個就是虛榮性 帶出去的時候 我這個是最新 今年的Ultra鞋 因為外觀不一樣 對對對 那除了這兩個說真的 我自己會覺得好像 有點還好 真的這個 這個我 這個我沒有話講 真的 真的這樣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跟別人講 對很多人問我 對 其實不用 真的沒有太明顯有感 那你認為他應該要再更新一些哪些部分 不管是硬體上 軟體上 是你對於這支錶款 在未來的期待 其實 就像我平時我講的我的看法是 我是覺得說 他們可能 應該 去攻的區塊應該是更大眾 對 比如說 更好的續航力 我覺得光解決這一點 就是可能到 4、5天 5、6天 光去解決這一點的話 其實它可以包含更多人 進來 很多人會願意去使用它 那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覺得 在他們的軟體端 可能他們需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一下 因為 我感覺起來 像我就算開啟它的低耗電模式 它也只是多一天的電量 所以我覺得它的軟體上面很繁重 那到底是在繁重什麼 一般人在使用 到底是裡面有什麼東西在運算 不太必要的東西一直在跑 而且說真的 我覺得這運算 我會覺得有點多餘啦 就是你說你要用LINE在這邊打字 打電話 你也不會用到這樣 你只是看它跳出來 可是就因為這麼多的軟體 它都要有點實時更新 接收到訊息的這個準備 就讓它 耗電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蠻煩重的 蠻嚴重的 對啊 所以我自己其實 蠻期待 如果 因為去年其實我們聊到是 如果Apple Watch 有機會把Gaming軟體 做一個整合 它是一個蠻 有可能期待 但現在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 但我自己覺得 有另外一個期待 如果 有一天 Apple Watch出了像之前的 iPhone 5c 或是 iPhone SE 這種 有點閹割版本 然後它把 重量上 捨棄了這個 金屬的外觀 或許它出了一個塑膠版本 那它的螢幕也不用用到這麼好 但我覺得它如果在這件事情改款上 它或許 在 運動這個市場 也還蠻有競爭力的 就是我覺得它在 如果它有一天走回來 就是做到 好像比較塑膠感比較重的一些 真的是for運動愛好者 那我覺得它在續航表現 或是一些 功能上 應該是蠻令人期待 對其實這個 這個很有道理 因為有時候他們材質選擇上 就像 可能 AirPods Max 對 那麼重 為什麼 有必要嗎 對不對 那如果那個重量把它換成一般的材質 然後你可能 電池就可以放大一點 增加它去 那在實際使用的體驗上 就真的會有 一個比較大的進步 對 這也是我覺得蠻期待 因為其實Apple Watch 應該說Apple 整體都一直走向 很好的材質 然後很好的質感 精品 對手感 但是說真的 有些時候回歸到現實層面 好像 這樣會沒有辦法讓你 每一代都覺得 真的有勢必更新的必要 因為其實像去年的可能iPhone 13 到在前年iPhone 12 你不會特別真的覺得 有一定要升級的理由 對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可惜 對 對啊 沒問題 差不多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那其實 相信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應該也對於 到底要不要從 或其他運動手錶 跳槽到Apple Watch陣營 也是有一點點初步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看各自的選擇 因為說真的用到現在 還是覺得蠻爽的 說實在 爽 就是 就是好看 然後 一看就很明顯 就是讓大家覺得 哇是最新的 那耗電量也說真的是 續電量有明顯的提升 這也是真的 少一天充電就覺得好像 不會這麼一直覺得 擔心它沒電 真的真的 真的蠻有感 好啊 感謝蘋果第二件也跟我們分享了 他的看法 在 一般 使用上的一些差異 對啊 好那我們見面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我是野家的楊哲睿 我是蘋果爹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拜拜 對喔 有些人覺得太淺 其實也真的 如果他們真的 深淺的話 因為蘋果把它形容得 好像是 可以很 就他寫潛水電腦 你會覺得好像很期待 然後再來就他那個 上淺下淺的那個時間 好像軟體還 不太能用 他好像還沒有真的出來 就是他們真的要為 為潛水這個 所以現在還是蠻多人覺得 這個有點是 噱頭性質 還沒有真的覺得很有感覺 對啊 有時候蘋果他的發表會上面行銷 講什麼 就是 事後都要去 真的 實際去解釋 然後就知道說 不過一直都是這樣子 就是 這個就是他們 他需要 他需要先畫大餅 讓大家覺得 哇 很棒 感謝感謝 太棒了 是 有 知道了 他說 不不已 有 有 有 了 有